我的妹妹是油罐车 老妈则是拖拉机 指引我穿越到了一个女性全是鸡娘的世界 紧接上集 我在脑海中呼唤系统 系统娘 修改契约构造体李孟佳第二形态 按照刚刚搜集到的宝马三系进行改装 两秒半后 系统提示改装已完成 与此同时 张峰打开陈云变形的宝马 得意洋洋地朝着李千玺吹着口哨 小子 把你的油罐车拉出来溜溜啊 跟我这大宝马比一比 小子 这里有十条赛道 这一组的指挥官都被小爷我的人插队了 一会有你好受的 我耸了耸肩 看了看四周其余八条赛道 六台汽车 一头机械水牛 一头机械坤坤 汽车先不说 那机械水牛还是我第一次见机兽足鸡娘 由机械组合成的钢铁水牛 身上全都是由复杂精力的零件组成 体表反射着冰冷的金属色泽 当然 还有那只机械机 哎呦喂 怎么哪里都有小黑子啊 这时裁判提醒我和佳佳快点变形 考试即将开始 佳佳 我伸出左手 手背上的花纹发出绚丽的黑光 随后佳佳的身影分解成无数小方块 方块迅速组合排列分化 构建出一台黑的绚丽多彩的宝马 可恶 不是说油罐车吗 怎么变成宝马了 张峰攥紧拳头 我轻轻地打开车门 那个 佳佳呀 我进来咯 很快 考试开始了 我脚踩油门 直接挂挡 因为有了天庭号配件的加持 我完全不用考虑汽车的承受能力 佳佳化型的宝马 直接弹射起步窜了出去 这让身后的重车都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这刚刚完成百公里加速 你就已经速度爆飞了 可恶 张峰狂踩油门 继续加速 速度飙升到240 然而还是被我越甩越远 我的速度 骑马300 这还是油罐车的速度吗 可恶 加速啊 张峰气得想吐血 别加速了 我都快心脏病了 陈云的声音在张峰脑海中响起 突然 车窗外响起了玻璃敲击的声音 张峰错愕地拉下车窗 只见我主动减速 笑嘻嘻地敲着他的车窗 小王八 你不是要我好看吗 我笑眯眯地说道 张峰忍不住了 云云 我想创死他 放心 你坏了我给你换零件 陈云也愤怒地吼道 创 也给我创死李孟佳这个小贱人 此时 我还在挑衅嘲讽 废物就是废物 王八的儿子果然是王八 谁知 张峰的嘴角微微上扬 勾勒出一个标准的V型 只见张峰迅速打开 陈云的构造体面板 从怀里掏出一枚戒指 放入方向盘上的凹槽内 随后红色宝马的车门上 裂开一道裂缝 从里面伸出一把 寒光闪闪的战刀刀片 我眉头一挑 旋即加速冲了上去 用黑色宝马的车头 直接撞向那战刀刀片 疼 哥不要冲啊 加加那惊慌失措的声音响起 显然他还并没有意识到 他现在的硬度有多离谱 随着砰的一声 刀片被瞬间创断 刀片的碎片四处散落 有很多砸在地上 有更多的则是 飞向后面的机车上 这刀片插得太深了 好硬的战刀刀片 卧槽 刀片插到我排气管了 后方的构造体门 被刀片插得横七竖八 惨叫连连 这时加加兴奋地说道 哥想不到你技术这么好 我得意至极 嘿嘿那是当然了 说你背着我开过多少次车了 这学校里有模拟驾驶啊 我自学的 我挠了挠头 这时快到第一阶段的终点了 加加 我让你看看 你现在究竟有多帅 我兴奋地大喊 战斗模式 只见加加高速运动中的车身 突然分解成一块块细小的小方块 最终组装成一台威武霸气的人形机甲